那么还有一位网友想问 就是知道您是一个大忙人 除了做少林寺的方丈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的公职 所以他的问题就是 您在每天这么忙的 日理万机的情况下 有多少时间可以参佛念经呢 我们主要的时间 还是在寺庙里面 充实宗教的生活 每年集中起来 开一些会 在开会的过程中 我们把佛教界的一些想话 佛教界的权力义务 带到会议上 能够为佛教界多争取一些 基本是这么一些 那好比您自己 因为很多人关心您是工作人物 他会说 假如一天二十小时 您花多少时间来参佛念经 那其他的 好比公务又要花多少时间 出家人 我们每天的宴行举止 每天的生活都是修行 都是在悟道 只是在工作过程中 我们在工作过程中 来修行 也是一种功夫 也就是说不一定费得是说坐下来 这个参佛念经 那时才是修行 你说在其他的工作当中 也是一种修行的一种方式 或是过程 是吗 是呀 这个我们日常生活 我们的工作过程都是一种修行 都是一种修炼 这是中国佛教大乘佛教的一个传统 那会不会有些人就网友马上就会 您这么一回答他就马上回报了说 如果这么说那你参加人大会议参加佛教会议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在修行呢 那是呀 那是为了我们 为了国家的 国家的事情 为了佛教界的事情 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 能够有好的检验签策 那希望 这社会更加和谐 人们更加幸福 我最后再问两个问题 包括我想问问 就是关于您怎么去推广少林 但是在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问一个 您看看愿不愿回答 就是您现在您也知道 您是一个非常这个在中国 甚至在海外非常著名的公众人物 那么在中国呢 当然公众人物呢 一个最大的一个可以说是代价呢 就是有很多的传闻 我不知道您对在这个网络上也好 公众舆论对您的各种的传闻 您有什么回应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些对您的传闻 您都说过了吗 这是必然的嘛 嗯 你觉得没有问题 您都说过了吗 公众人物 但您回应过这些传闻吗 比如说有些传闻说你外边很多钱啊 哪里哪里有别墅啊 甚至更离谱的说您还有还有老婆孩子这这些 当然我们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您愿不愿意借这个平台来就这一系列的传闻来做一个回应呢 有问题早都成问题了 就您觉得这都不是都是谣言 不是说有问题早都成问题了这个不用再细说了 您做这个少林寺的方丈拥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啊 我不知道在未来的时间里您有什么理想打算把少林寺啊把它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说说您的想法 因为少林寺它是一个佛教寺庙 是一个修行道场 我们在任几年 快四几年 快几十年 就是一个接力棒 我们能把这个1500年 这个接力棒 穿个下一个1500年 这是我们的心愿 好 那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来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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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